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搭乘直升机 抵达瑞士布尔根斯托克山区 准备前往乌克兰和平峰会现场 紧接载后 92个国家领袖组织代表纷纷抵达会场 美国则是由副总统贺锦丽代表出席 贺锦丽和泽伦斯基举行双边会晤时 还带来了大礼包 相当于台币458亿的新金元 将帮助乌克兰重建被俄军炸毁的能源设施 以及提供给乌国难民的人道救援 不过各界最关注的 还是这场打了超过两年的战争 何时才会结束 这场峰会是瑞士因泽伦斯基要求 并以大圆桌会议方式举办 希望能开辟通往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道路 然而当事国之一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批评这场会议浪费时间 因此没有获邀 中国大陆则是选择缺席 也就是这样 外界对于是否能达成具体结果并不看好 但泽伦斯基抱有信心 虽然基辅计划向莫斯科提出中战方案 但泽伦斯基并未指出是否准备好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持续向各国喊话 力挺乌克兰 然而在前线作战 愿意为国捐缺的乌兵说 唯一能和俄国和谈的时间点 是当乌军将普京的部队 完全赶出乌克兰的纳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